因为在台海之间 大家最不希望的就是看到有任何的纷扰 甚至真的是动到了干嘚 原因是因为现在在中东地区来看看 郑主党现在被人家说什么 是用救护车在运送士兵的武器 所以以色列这边国防军直接对他来袭击 可是直接打医院这么一件事情 很少人能够接受的 吴国界医师说了 这种持续的攻击已经造成他们50名 负责医疗急救的工作人员死亡了 而同时他不是只有往北打 他还往南一些些打 是什么 加萨的北部难民营 医护这边说至少造成了29人死亡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联合国就说了 加大袭击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要给各方压力 像是加萨这里的物资运输路线已经全断了 前一段时间因为看到了 以色列的直接对上了真主党 也就是往北对上了里巴嫩 大家就想说加萨这边压力没那么大了 但没有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猛轰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熟岁日 现在空袭加萨跟黎巴嫩 在这个日子里头 珍珠党这里也发射了320枚的导弹 进行还击 画面可以看到真的是淡如雨下 对于以色列来说 其实他们也有承受到一定的压力 但这压力真的足以让他们止步吗 看起来并没有 因为他不是只有打黎巴嫩 不是只有打真主党 也不是只有打加萨巴勒斯坦人 他还打了谁 他连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都打 离南边境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现在在这边已经受到好多次的攻击 说造成了多名将当于5名多的士兵的受伤 同时现在因为轮值的部队是轮到了中方 40个派遣国也发了一个联合声明 说不要对于联合国的维和人员来进行攻击 因为大家都希望他们驻守在这里 是因为当年的战争 后来才通过让他们驻守在这里 希望能够维持区域的稳定 而现在也因为这边真的战事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维和部队也发起了一个豪州演习的演练 也就是希望能够有效的来提升在地官兵 应对各项突发事件的能力 要各司其职 但问题是黎巴嫩这里的状态 遇袭 然后一直不断的被猛轰 旁边的伊斯兰兄弟们都没意见吗 有的 伊朗这边他们国会议长讲话了 走访现场谴责以色列 他的讲法是说 其实联合国安理会是可以阻止以色列的 但是为什么默不作声呢 希望能够停火 但这个停火真的有曙光吗 以色列现在甚至要打伊朗的核设施 先前一直说要打 到底打哪里 打石油设施 打能源设施 打他们的基础设施 现在传出会打能源 而且是核设施 缩小报复的目标 随时可能出动 但目前可以看到他们先有的动作是什么 是已经针对了网络上面的攻击 包括司法立法行政三大部门的运作 有资料被害 甚至核子设施也被网络攻击 这可能只是第一波 面对各种上面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发生 美国现在他们并没有等闲视之 他们再一次的派出了武器 这次派出的是萨德系统 其实在刚刚战争开始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把萨德系统先运了一批过去了 现在看到可能会升级 以色列拉不住怎么办 萨德系统再送过去 因为他们的铁穹 或者是爱国者飞弹等等 那个防空也已经不太够用了 剑三很贵 所以先送萨德过去 因应防空 因应伊朗的飞弹威胁 这样的作为就让大家想问了 美国先前说他是要以色列停火 看起来以色列不理他 那他怎么办 他是不是改采新战略 何谓新战略 就是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停的话 那我不如让你往我想要的方向去 他们的国务院发言人就讲了 军方是支持这以色列的进攻行动 希望能够借此削弱 争执党的基础设施 希望能够最终达到外交解决方案 那如果是这样 杨老师 战火看起来短期之内 不但是不会停还会升级 你们怎么样来分析 下个礼拜就会升级 以色列他现在 他自己称他是七线战争 但他主要是三个层面 第一个加仨战争还在继续打 继续杀 那我看到昨天的数字 来到死亡人数是 四万两千八百七十七人 而中间儿童一万六千五百人 第二个他是针对真主党 那现在真主党 他至少已经造成 两千人以上的死亡 然后超过一百万人的逃亡 这个都是在黎巴嫩 黎巴嫩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他再一次的入侵黎巴嫩 地面部队 再加上针对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的轰炸 那他现在是打这个维和部队 这个维和部队 1978年就成立到现在 期间1982年到2000年的时候 以色列干脆就是占领了 黎巴嫩的南部 然后2000年的撤退之后 在2006年发生一次冲突 2017年发生一次冲突 所以联合国安理会 在几次冲突之后 就扩大了这个维和部队的任务 目前有50个国家派遣维和部队 军方的跟非军方的 总共加起来大概一万三千名 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了 将近是310人 所以这边写的是410人 所以现在就是说 因为这个维和部队 都带着蓝色光盔 开着白色的车子 而且他都站在比较高点的地方 让大家看得到 就表示说他是来维持和平 然后观察双方停火的双方 是不是遵守这个停火的协定 他只有这种小武器足以至保 他没有办法真的进行战争 真的碰到这个攻击的时候 他一定要先防御他自己 保护他自己的生命为主 所以以色列是要把他们吓走 以色列要把他们赶走 因为以色列要占据 这些战略的高点 所以才能进一步去扩大 对于尼巴尼南部的占领 可是我觉得很勇敢的是 这40个国家就一致同意 绝对不撤 你以色列来打 你打我英国 你打我德国 你打我中国 你打我印度 你打我印尼在这边的 你都要对全世界宣战 他不会这么做 美国也不让他这么做 第三个他就是要发动 就是对伊朗的攻击 那就是下个礼拜 他可能会采取这个攻击 上一次大概在一个礼拜 不到之前 他的内阁通过 今天晚上 他的国安会议会议通过 所以他到底打哪一些点 我们不知道 不过以色列已经杀得疯狂了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真正的幕后的黑手 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国 美国在加仗战争发生到现在一年期间 给予以色列数字上我们看到的 至少已经180亿美元的炸弹 包含那个2000磅的那个炸弹 他的前任驻联合国的大使 还跑到以色列上面去签名 finish them 干掉他们 然后呢 现在你看到 他还帮助以色列 在上一波 就是第一波的时候 伊朗的飞弹攻击帮他做防御 第二波伊朗攻击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因为伊朗是突袭式的攻击 达到了效果 但是现在呢 他知道以色列要再一波攻击 那以色列伊朗会反击 所以他就先把萨德飞弹 给帮助这个以色列 在下一波的这个飞弹防御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 已经完全让以色列继续的疯狂 继续的疯狂 因为拜登已经不在位了 没有办法再主管任何的事情了 然后呢 这个川普跟贺锦丽呢 又不敢得罪 在选举前不敢得罪 对他的这些国内的金主 犹太集团 而且要等到1月20号才会上来 所以以色列很清楚 重点是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是11月5号 这还好 重点是1月20号以前 他能不能够有效地占领 大部分黎巴嫩南部 然后呢有效地清除 加萨里面的这个哈马斯 然后针对伊朗做有效的这个攻击 那当然你会觉得 就像以前一样 攻击完了就没事 大家都怕他 有可能 可是伊朗会不会再次的还击 而变成真正扩大 而且黎巴嫩真的会变成全力真空 然后呢 这个战争就会继续扩大 我觉得这个以色列真的已经杀了疯狂 而美国完全束手无策 反而不断地在协助他 来保护他 我们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穆斯林国家已经对美国 非常的失望 所以这个世界已经看得以色列这样的屠杀 不能够再忍受了 请说一下左老师怎么看 好 那当然其实 这个其实就反映出来 美国现在 基本上是没有能力去约束以色列 那这对于一个超级强权来说 其实也是蛮尴尬的 那最主要当然就是因为选举到了 这个在犹太金主的这个强大的压力底下 其实拜登对于这个以色列 能够成 以色列暗杀了这个真主张领袖 他说这是正义行动 当然因为这是美国已经认定的这个恐怖组织了 但是进一步的这种攻击行动呢 美国就没有能力去约束他 那川普没有说 但是川普的儿子也说 这个以色列不能够失去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在选举的压力下 看到美国一个 他这个作为一个这个超级强权 他反而显得无能为力 那这个情况当然 目前看起来大概有一些契机出来 就是因为以色列现在 轰炸了这个联合国 在黎巴嫩的这个维和部队的这个基地 那所以现在两个国家出来抗议了 一个国家是法国 一个国家是这个意大利 那法国特别说这个行动是有意的 他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眼 说以色列这个行动是有意的 虽然目前受伤这两个军人都不是法国 也不是意大利 他是斯里兰卡的 但是这两个国家其实表达了很大的一个愤怒 然后再来是什么 爱尔兰也表态了 这个西班牙也表态了 那大家注意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什么 就这些国家是天主教国家 因为在黎巴嫩他有150万左右的天主教徒 当然他是东正教 但基本上他也被列作是 也很多人就把他看作是说 他毕竟跟穆斯林是不一样 他是所谓天主教的 他是所谓东正教 是基督的这个概念里头 但是进一步来讲 因为法国过去跟黎巴嫩的一个特殊的关系 因为宗教的这个连结 所以这些国家其实在之前就站出来说 要承认这个巴勒斯坦 然后现在他们又要挺这个黎巴嫩 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很大的压力 那美国当然另外一方面 美国如果不希望这件事情 真的最后这个返回到这个美国 伤害这个克锦利的权情 当然就得要建立实力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已经 这个华尔街日报之前的报道说什么 说这个现在伊朗已经放消息给阿拉伯国家 只要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 协助以色列去攻击伊朗 那伊朗就会攻击这些阿拉伯国家 他就说我没有办法摧毁你以色列 但我可以伤害你这些阿拉伯国家 我觉得这个当然从华尔街日报来的这个消息 其实对于以色列就有某种程度的 嚇阻的作用 那当然拜登也讲了 你不要攻击这个游设施 你不要攻击核设施 所以现在等于也是通过这个 来向大家安抚大家说 美国正在协助这个 尝试跟以色列 要劝阻以色列 然后也用这个外在的力量 包括企业的力量 包括市场的力量 去约束以色列 所以到底会如何 我觉得目前看来 对于伊朗的这个行动 应该还有得观察 是 请教授平姐 左老师觉得是乐观派的说法 但是你对战争的这种问题 我们有的时候必须采取最坏的打算 那悲观派的说法就是认为说 美国跟以色列根本是在黑白脸唱双簧 美国一方面对外释放出来 他不乐见以色列去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或者是游设施这样的一个行动 而且他们也表明了说 现在他们跟以色列 在某些决定上 似乎没有办法完全同步 以色列做了一些决定 也不会完全通知美国等等的 就是有开始在释放出来这个讯息 可是问题是大家都知道 对于以色列目前这样杀红了眼的态度 以及纳坦雅胡他有他个人 他要保他的权位的 所以他就必须一直发动战争 以及对于以色列相当多的人来说 他们觉得这个时间点 去制止伊朗成功的发展 这个核子弹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为什么 因为美国大选空窗 然后美国大选的空窗 刚才杨老师也讲了 他不只是空窗到11月5号 他还会空窗到明年1月20号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个时候国际社会是不能干嘛的 因为只要美国没有停止 对以色列下重手 可是美国他不必说 我支持你以色列行动 他只要不要严格的说 你绝对不可以 否则我就停止提供炸弹给你 停止提供武器给你 只要美国没有下重手 你等于是不是 隐含式的给他开了绿灯 所以现在对于 以色列跟伊朗 直接冲突的危险期 其实就在现在 而且是真的非常危险 对以色列来讲 他会不会觉得说 这也他千载难逢的一个机遇 等美国新任的白宫主人 坐稳位置了 不管他是谁 很可能对以色列 就没有这么好过的时候 他会不会就抢在这个时候 对伊朗核设施跟油设施下手 这个真的是 大家要值得忧虑的地方 好 来 在国际间谈论的同时 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基隆市的市长 谢国良罢免投票 在刚刚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 也就是现在看到了 同意罢免是68314票 而不同意罢免是83012票 两方的差距是已经逼近了 14000多票 是蛮大的一个差距 在刚刚金融市选武会 也已经告诉大家 今天总共是有154496个人 去进行这场投票 所以投票应该已经到了尾声了 投票率是49.35% 目前看出来是不同意罢免 每一路是领先的 幅度越来越大 也看出了在刚刚 这个中选会这边 最新的一个各个分区的得票 我所看到的是 几乎每一个行政区 都是不同意反对票 大于同意票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会如何影响到 台湾后续的政局 其实呢 在位者必须要好好思考一下